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我要当歌手的故事 考拉先生作为剧院的经理 因为想法实在太过突出 导致剧院有了随时倒闭的危险 为了挽救这个局面 他决定举办一场歌唱选秀节目 只可惜助理一个不小心 竟然把船单上的一千美金 打成了十万美金 好巧不巧 船单还被吹到了大街小巷 这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场赛事 面试队伍更是直接排到了巷尾 经过海选 最终进入决赛的 有围着孩子转的猪妈妈 有给黑帮父亲打下手的新型少年 害羞的大象姑娘 以及自视清高的小老鼠 最后还有我们的豪猪妹妹 主要人物到这里基本都介绍清楚了 定下海选之后 考拉先生才发现船单应错了 可是话都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时候 实力雄厚的绵羊奶奶登场了 考拉先生知道以后 就想要用节目预选拉到赞助 本来看到这儿觉得应该圆满结束了 小老鼠又在外面搞事情 欠下一大笔钱 最终预演还未来得及进行就垮了 不仅如此 参赛选手也知道了十万美元的谎言 更惨的是剧院一夜之间成了废墟 经过这一场风波的考拉先生一蹶不枕 为了生存 他甚至开始帮人洗车 在这期间 选手们自发上门表示可以免费演出 但是失去了梦想的考拉就如同一条咸鱼 再也没了意志 偶然一天 他发现一直不敢开口的大象姑娘唱歌了 在歌声的感染下 他决定重拾勇气 把这场比赛办起来 最终在大伙的努力下 舞台搭好了 表演也顺利进行了 当然绵羊奶奶也被这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打动了 最终他出资帮考拉先生重建了剧院 故事结束了 但是我们能从每个动物找到自己的影子 例如被25个孩子和家务困住的猪妈妈 通过音乐 他不仅找回了自信 还在家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 再比如新晋少年 父亲想让他继任自己的黑帮事业 奈何他一心只想追求梦想 最终他也用音乐让父亲理解了自己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小白鼠和大象姑娘 一个是自视清高 一个是胆小害怕 但是两个人都有着极高的音乐才能 所以说正确认识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最后再说一下豪猪妹妹 一再地被男友嘲讽没有才能 导致豪猪妹一度也开始怀疑自己 最终男友劈腿 他通过音乐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勇敢去追去跑 这样至少不会遗憾一生 最后希望你能成为追风的少年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